我認為這是一個產業巨大的轉型 大家都知道基隆過去以來 就是台灣 尤其是北台灣的國門 以前沒有中正機場的時候 一切都要從基隆到 台灣PI實體互聯網 繼永續高峰會 26號在基隆登場 市長謝國良發表致詞 強調基隆將成為供應鏈 物流人才培育中心 Physical Engineering 這個實體互聯網 到底基隆能不能夠在這個產業的轉型上面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當然是我所期待的 可是要仰賴的 不只是學校 不只是受 更是在座各位業界大家的共同參與 所以我們的策略是很明確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單打獨鬥 我們期待大家今天過來參與這個高峰會 我們非常感謝 但就是希望未來可以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心裡有幾句話 就是基隆市未來如何跟大家連結 美國喬治亞教授在演講中 提及PI實體互聯網 對於物流業代的革新和變遷 而基隆港具有世界的競爭力 相當的看好 希望基隆未來能夠成為這個 供應鏈物流人才的培育之處 所以在短期之內 我們會跟喬治亞州理工學院來商討 提供給基隆的就業人口 或者是再集在基隆 但是在各個供應鏈物流企業工作的 這些專業人士一些供應鏈物流相關的高階課程 不管是透過喬治亞州理工學院共同授課來完成 那希望大家未來想到這個供應鏈物流的專業人才的時候 基隆市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絕佳的提供者 長期來看我們現在正在跟喬治亞州理工學院的學者們 研究實體物聯網 就是Physical Internet 簡單來說就是供應鏈物流行業裡面的共享經濟 看能否基隆可以在這個產業的變遷當中 站下一個關鍵的位置 那當然這是一個新的產業 大家都了解Uber這個產業 對於優步 對於這個過去傳統計程車業的一個衝擊 還有這個Airbnb對於飯店業的衝擊 那一樣的這個Physical Internet 是不是對於這個物流行業 也會有相關的一些改革變遷 也是我們在密切關注的 所以短期我們提供基隆市高階管理相關的一個知識 跟喬治亞州理工學院長期我們來看產業的變遷當中 基隆從過去的一個國門 曾經是全世界第七大的一個商業港口 我們希望能夠重拾基隆的一個戰略的一個重要性 透過實體物聯網的這個技術及知識的一個改革 喬治亞理工學院供應鏈在全球是頂尖的名校之一 這次受邀來台除了分享PI薪資之外 金融市政府和美國SOLI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將共同推動智慧物流學校落腳基隆 將帶領金融物流和供應鏈產業 邁向新的智慧城市 記者黃少明金融報導